属于猛批马英九呢 在两岸政策就是非常的摇摆不定 到底有没有呢 来举个例子 马总统到底会不会跟中国大陆的领导人见面 前后的说法似乎是反复不一的 马总统在接受美国时代杂志访问的时候 他说不完全排除访问大陆的可能 结果呢 之后在接受BBC访问的时候却说 即使连任他也不会访问大陆 为什么前后的说辞是不一样的呢 带你了解 接受BBC专访网页上原文重现 马总统说如果连任成功的话 他不会在四年任内访问中国大陆 跟北京领导人会面 他说将来找机会再跟大陆来协商 我跟他过来不访问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不过两天后11月27号 马总统接受时代杂志访问 同一个问题他回答 与对岸高层会面 目前没有这样的计划 因为时机完全不成熟 但却附带了这句 未来没有完全排除 怎么48小时之内 马总统回答不同 想要两面讨好 一方面他觉得说 在他的基本阵营当中 他要在两岸的这个议题上 继续做取分的动作 绝对不会在未来四年内 跟中共领导人见面 是更进一步的说明 所以并没有像媒体 或者是民进党朋友 所批评的一天以内改变说法 辅方慎重澄清 但时间回到9月中 马总统幕僚金普聪 当时接受外国媒体专访 就先放过风向球 说马总统连任 不排除以党主席身份访问中国 只是被台湾媒体疑问 说法又保守了 因为我也不是主观两岸事务的官员 马政府两岸态度 攸关选票 越境选举游走灰色地带 设法把自己留在选民安全名单 战利新闻综合报道